首先先把锈锅打开 把锅放到锅锅的中间框上去 先把上面稍微拧紧 然后把锈锅拉平 然后再拧紧 拿出一根白色线 一根线有六小鼓 从线头这里把它一鼓一鼓的抽出来 分成出来一小鼓 然后抽线的时候要把线尾铝直 这样抽的时候才不容易打结 然后把一股线穿到针上 把两线尾对齐 这样把一股线对折使用 再把这几个画成画型的几个小花线绣一下 用对面绣 首先先从布的上面往下穿针 上面留出一节线尾 把线尾固定到绣布上 在线尾根部穿上来 然后再环住线尾 从另一边穿下去 这样压住线尾 固定两针 把上面线头剪掉 对面绣就是从一个图案的这边线条 穿到这边线条 把中间的空白修上颜色 和线尾根 都在线尾根 绣布上 有线尾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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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一半绣完以后 从反面 把针 从反面的线下面穿过来 穿到另一半 这样把线走到线里面过 再把这一半从中间开始往边上绣 切好一会从反面把针线 穿到线的下面 这样穿一下压住线尾 剪去多一个线 这样一朵画就绣好了 还有这一点 还是先固定线尾 断边锈 这一消毒锈好以后 我也是先从里面穿一下压住线尾 还有这一根 这几刀修完以后 接下来换上一个凉骨的白色线 抽出来凉小骨 把凉小骨并齐 穿到针上 穿上以后 把这个两骨线对折 就是把两边线尾对起 给它对折使用 在小圆的根部这里 把线固定上 从小圆的一边穿出来 然后再到旁边 大概两毫米的地方 穿进去 穿到穿出线的前方 这里 针不要全部拉出来 拉出来一大半 然后接下来在针上绕圈 六七八九十 大概绕十圈 然后拉出来 然后把线穿下去 在小圆的下面这里 把这个线圈固定一下 然后横着 绣几针 把线圈包住 斩横着几针之后 接下来竖着修 这样全部包住之后 形成一个小半圆 然后从小半圆的下面穿出来 打结利袖 它针在那一圈 然后把结拉紧 穿下去 然后在中间这里 再穿一圈 然后 削好以后 在反面线里面穿一下 线用完就继续换上两股线的线 用颜色比较深的绿色来把花的静绣一下 抽出来一小股 然后这个一股线 然后这个一股线两个线尾要凑开 就用单边的一股线来削 先把线尾固定上了 好 接下来用轮廓绣 从穿出针的前面一点穿出来 然后从一半的地方穿回去 再从前面一点穿到上一针的金孔那里 就像在外面穿过去 然后到花这里的时候 把线穿下去 花上面这里穿出来 找到有花朵这里的时候 那回针去往下绣一下 花上面这里穿出来 一根削到头以后 把线藏到 老板这个里面 用一股浅一些的绿色线来把叶子修一下 先把线固定上 然后用长短针 来把叶子修出来 长短针就是针角要短要长 可以一针短一针长 然后修到下一层的时候 把针来修到上一层的线上面 这样会使它没有缝隙 然后修好以后 还是把针穿到线里面 加入线尾 然后这边一片叶子也同样 然后再复杂子 再复杂子 再复杂子 然后再换上一股新的浅绿色线 来把这一片立体的叶子修一下 先在根部这里把线围固定上 然后从叶子上面另一边穿上来 然后拿出另一根针 从叶子的肩部这里 向下穿穿到 快到叶根部的时候 穿出来把针放到这里 把这一根线 在这个地方 针上面绕一下 然后在下面穿回去 然后再从中间这里穿上来一针 还是绕到这根针上 然后接下来就在这三根线上面 三根上面来回穿 我们现在该穿中间的一根线 现在该穿中间的一根线 穿完中间的就穿两边的 这样来编织着 修了 把线推得紧一点 然后穿中间这样来尾 在这三根线上 más终以外 银沙 三根线 anterior 在腰上 穿的时候不要穿到它旁边的线上面了 从线的空隙里面穿 穿过去之前这样 要针挡一下前面穿过的部分 那线挤到一起 绣到叶根布了的时候 再把那根针拔掉就可以了 这样一直穿到穿不下为止 就像一个大线的水 冰箱里面穿过去 再把这些水均切成 一边的水均切成 一边的水均切成 切成的水均切成 然后在这条画的线中间这里 穿出了一针 把这个叶子的侧面固定一下 再到叶尖这里 把它尖这里固定一下 好了以后把线穿到下面去 然后在根部这样回两针固定一下线尾 把线在反面的线里面穿一下 然后用一股豆沙绿 是比这个颜色深一点的绿色 然后比这个要浅一点的一个颜色 把一股线堆折来绣出这一边的叶子 然后把线尾固定上 接着,线尾团椒 然后从中间穿上来 再绕一下 从这边一样在这三根线上面来回穿 同样都修完以后 接下来把这个大圈圈缝上 抽出两股米白色线 把两股线并齐 穿到针上 然后把两线围对齐 把团放到圈圈的中间 然后在边缘固定几个点 这样缝背三到四针 然后把线展开 在这个固定的点对称的位置 这边也固定一下 固定三四针之后剪开 然后在两个固定的点中间这边再固定一下 然后在这个点对面这里 开始包边修制 把这个线头导到这边 缝个两三针以后就可以把这个线尾剪掉了 然后接下来一针接着一针 再给手从底的边缝 meng中间 如果不要再复 CAN 再复以后再复啤 在这个固定几个层充里 好 好了 我们